嘿 你好 政教论坛又回来了 这次我们就说什么呢 就说这个上海两次说了大位啦 有人听的 哈哈 都不如今次说说掃罗 那我们上次说到 喂 死人大位 他说神不是只是看人外貌是看人内心的 这个是《杀奥尔记》上的16章 那我说大位的内心似什么呀 为什么要选他呀 那但是另一个令人更加疑惑和辛苦和难以命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上帝选拣选完掃罗又放弃他呀 搞什么呀 因为我们看完这些圣经都是很迷惑的 譬如说举例 这个《杀奥尔记》上的16章1节 耶路华对《杀奥尔说》 《我记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王》 那接着下一句 你为他悲伤要到什么时候呢 你将高游圣满了国 我差遣你往百里行人 耶税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 大位作王是被预定的 而上帝是 这里经文的说法就是 上帝是厌弃扫罗 大佬扫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王 那你当初上帝立他的嘛 之后又厌弃他 那就是搞什么呀 我们又看看 扫罗做错什么 是否这么罪大恶极 如果是这样 我又比较一下大位又怎样呢 讲这些经文等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真的要看看 很大件事 那怎样呢 死了看着这些经文 譬如说扫罗呢 在撒母耳记的十三至十五节呢 是讲到他 几样不好的东西的 但起码就是他 被厌弃之前 做错了一些东西 所以被厌弃啦 他有什么做错呢 撒母耳记的十三章呢 九节 那他就有一次 即是在他 其实有几次战争的记录里面 他就这样讲啦 扫罗就可能要和菲利斯人打仗啦 那但是 撒母耳是迟到的 其实撒母耳即是Samuel 其实就高纳扫罗出来 是撒母耳扮演的角色 是类似太上皇那种 他又自己不做皇帝 那就 那扫罗做了皇帝之后呢 撒母耳就好像打仗要出现 那扫罗见到撒母耳不出现 那扫头和几次仗 蛇鬼啦 撒母耳又不出现的时候 他会去做什么呢 就是说 扫罗说 撒母耳记的十三章九节 扫罗说 你作的是什么事呢 扫罗说 我见百姓 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 你也不照定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菲利斯人聚责最密没 所以我心里说 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非利斯人下到急夹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凡祭 撒母耳就骂他 撒母耳对扫罗说 你作了糊涂事 没有遵守耶和华 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你若遵守耶和华 必在以色列中 建立你的皇位 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皇位 必不长久耶和华 已经沉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作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 所吩咐你的 第一次 骂罗犯错 撒母耳已经骂他 他就说你没得撒了 或者说你将会没得撒 或者你 你撒下去也好 你下 你没得搞的了 那撒母耳的 的态度是很 很缺绝的 但是当然 最后都继续 撒母耳没有即时 离弃 扫罗啦 那再继续打啦 那但是 撒母耳就因为 扫罗 他是一个皇帝 走了去宪制 就很不妥了 又说他不遵守耶和华命令 那但是问题是 我们 在撒母耳 在大伟本身的一些行为呢 譬如说大伟他在 他在 撒母耳记下里面呢 有件事呢 有件事呢 说呢 大伟呢 他是穿着一件 穿着一件以忽德 跟着呢 在那儿迎接这个 约柜入城 那他穿着一件以忽德呢 就在那儿跳舞啊 那这件以忽德呢 是应该祭司才能穿的 那 那这个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麽 呃 蘇罗他做了祭司的工作 为什麽 为什麽 为什麽就会骂到这样 而大伟 他穿着一件以忽德 某个程度上 穿着祭司穿的衣服 为什麽 为什麽又没有东西呢 呃 这个是 那我和你说 是说哪一段呢 就是这个 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十四节 撒母耳记下的六章十四节 大伟穿着细麻布的以忽德 在耀华面前激力跳舞 这一样大伟和以色列全家 欢呼吹角将 耀华的药柜抬上来 那大伟 穿这个以忽德 那个 情况是 那就是如果理解是对的话呢 就是以忽德是祭司穿的 那他穿着 那他其实是不是剃了一个祭司职呢 其实很多 当然后来的敬拜 是会 会在圣殿唱歌啦 是吧 那但是大伟的时代 在圣殿 就应该不存在的 是吧 那但是 那大伟 为什麽可以 剃了部分祭司的工作 而掃楼不行呢 就是我是拗头的 另外呢 另一个要值得说的呢 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八章十八了 大伟的重子都作祭司 和 这个和合法修订本是用回祭司的 大伟呢 就不止 他是皇帝啦 他只派了自己的子女去做祭司 呃 呃 究竟我规矩是否要那麽强 呃 做皇帝的不可以做祭司 或者是皇帝 就是 识可家族 可以阿沙人去做祭司呢 那当然 你读圣经 如果你识的 就说 啊 整天都要利美之派啦 利美之派才可以做祭司的 阿伦的子孙啦 但我怀疑呢 其实在 这个大伟时代呢 就不是那麽确认呢 是否一定要做这个 呃 就是一定要是利美加的 甚至撒母耳自己是一个以法连人 那我可能有听过 撒母耳应该是一个利美加族的人 他之后又做先知又做祭司嘛 但不是的 在这个撒母耳记的一章呢 是讲到明 撒母耳的老爸是一个以法连人 去到历代之上 才讲话 就是撒母耳那个家族呢 应该是利美人啦 这些是后来的啦 迟几百年之后的啦 那所以其实我仍然按回撒母耳里面的解释 那你撒母耳是一个以法连人 可以做祭司 大伟的儿子 由大支派可以做祭司 便雅敏之派的素罗 为什么不做得祭司呢 即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这么严厉 还是撒母耳是针对素罗呢 这个真的有得斟酌啦 但这个我感觉不到是一个死罪 最多他说 欠得不够好 蛇鬼些做得差些 那你说那些祭司 那个年代更加啦 即如果在旧日来讲 即是 其实那个制度都未 form 到 我基本上不会看摩西时代 已经整好一个汇幕结构啊 整好一大堆东西 这些应该是秘老后才再详细去整的 秘老前那套究竟是怎样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在大伟和苏罗时代绝对 即是没有说定什么家族可以去做祭司之余 很多祭礼的这些详细 我想都未很定实的 随着皇国之后那几百年的发展 当然再定实一点啦 那你 扫罗有什么做得那么错呢 为什么要这样去排析他呢 另外一个了 现在我们继续平反这个扫罗 撒姆尔记的十五章 就是上帝就经扫姆尔叫扫罗就说 撒姆尔记的十五章删绝 你现代去击打亚马力人 灭尽他所有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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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释他们 将他们男女孩童踢奶并牛羊落陀黄炉 进行杀死这样 那就扫罗收到命令就是什么都杀 见到亚马力人呢 男女老幼所有动物都要杀光 那这个命令是很不合理的 因为那些亚马力人 他就算是坏人都好 你灭族都好 用什么要杀光那些财物呢 在古时的战争里面都是不正常的 打赢了 明明一些战利品全部都要毁灭了 那些牛羊是有生产力的嘛 对不对 但是赢和说不喜欢 要杀光那样 苏罗最后是没有听话 在《纱姆尔记》十五章第九节就说 苏罗和百姓却伦式阿甲 也爱识尚好的牛羊 牛族羊羔羹 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 凡下战受弱的尽都杀了 他不杀皇帝阿甲呢 为什么呢 拿来做俘虏 周围扬威 那 但是 在战争的里面 不想杀那些牛羊羊 跟着捉住皇帝去做一些俘虏 是很正常的 他做些正常的事 上帝的命令是不正常的 对不对 而且是反人类的 而且是变态什么都杀 对不对 苏罗做正常的事 当然是不完全听话 但是在战争的里面 你说苏罗很贪心 但是另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不同一个命令给大卫去守下呢 大卫会不会守呢 我给你看另一节圣经 杀母尔记的二十七章九节 大卫他其实曾经都打仗呢 都是见人亂杀 可能上次都有说 比如说他 在杀母尔记的二十七章八九节 他在菲利士人之下的时候呢 他就要替菲利士人开军逼土 攻打某些地方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 侵夺基术人 基色人亚马力人之地 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 从书尔直到埃及 那他都是一些亚马力人的地方啦 大卫是击杀那地的人 无论男女都没有那一个 那... 大卫就... 什么都杀了 红苏罗就杀过阿甲啦 但是... 大卫是又夺牛羊 骆驼 并衣服回来见阿吉 大家都杀阿玛力人 为什么上帝不要求大卫 去... 去杀光那些牛羊 骆驼和骆呢 为什么要求素罗要杀光呢 如果是杀动物 杀静一点 那大卫... 如果是贪心的大卫是真的贪啦 起码大卫是贪别人的... 牛羊羊落陀虹 素罗是一样的 是吧 只是素罗杀剩一个阿甲 但是他找萨姆尔骂 那素罗都被... 被萨姆尔最后杀了阿甲啊 是吧 你看回刚才那段十五章 那你... 大家都贪心而已嘛 甚至大卫更加贪别人老婆啦 譬如说大家很出名... 拔士巴 他有一朝睡到昂朝八夜 他做皇帝 有人替他在外面打仗 他有一朝一起床 他那栋楼就高一点的 看到下面有个女人... 洗澡的时候剥干珠 哇... 样子很漂亮 身材很正 那他就... 趁... 原来是他部下的老婆 那他就贪别人老婆啦 喂... 讲贪心大卫都很贪心的喔 抢人老婆的喔 喂... 那这... 他说打亚马力仁... 他都... 贪偶羊 那... 蘇罗和他有什麽分别呢? 呃... 你听完都很悶啦 已经大沉野了 现在提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上帝做什麽... 要这样玩蘇罗呢? 你不如直接找大卫做就更好啦 要不就是你... 要不就是要扫罗这个人... 迫害一下大卫 大卫是曾经有长时间被扫罗迫害的 喂... 那大卫... 他自己... 是不是那麽容易容许别人... 去可以背叛他呀? 是不是呀? 喂... 大卫都说那个师妹要杀啦 是不是呀? 临老的时候... 喂... 所罗门最后都杀了他的大佬呀 是不是? 喂... 大卫... 是不是真的没背叛心呢? 对扫罗... 敢不敢杀呢? 那当然扫罗他好像可能是先下手为强啦 你觉得他不对啦 但是大卫... 是不是好得了呢? 大卫走的时候... 如果上次所说... 就是... 都脱了他老婆走啦 喂... 那... 究竟为什麽要玩扫罗呢? 为什麽要扫罗... 还是扫罗... 其实这些是解不成的... 这些情境... 就是... 当然... 我告诉你... 后来扫罗他有一些不好的表现啦 他差的表现就是... 如果我觉得最差的呢... 就是他之后... 之后扫罗呢... 他追杀大卫的时候呢... 他曾经呢... 呃... 他曾经呢... 就杀了一些祭司... 是耶和华祭司来的... 那... 因为他那个祭司呢... 就... 不知道大卫是要逃亡... 那跟着呢... 这个祭司呢... 就去... 叫阿希米纳... 在《撒母耳记》的22章... 那... 因为阿希米纳不知道... 是大卫去... 逃走... 大卫也都说大话... 说... 听到王的命令... 那秘密走了... 这样... 那... 所以手上没有东西... 那问问阿希米纳... 喂... 你有没有食物啊... 那... 阿希米纳就给了一些祭饼... 他... 另外就给了一把刀... 他... 说他说... 很急忙... 那他就拿了一把刀给大卫... 大卫就拿了一把刀... 还有吃了一些东西... 那那个阿希米纳是不知道... 大卫是... 扫罗已经... 要通緝去了... 那... 所以就帮错了人... 在扫罗眼中... 扫罗就杀阿希米纳... 的一家... 但阿希米纳是一个祭司来的... 呃... 这个是《撒母义记》上的22章18节... 王吩咐多亿...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多亿... 就去杀祭司... 那日... 杀了穿世麻布... 以忽得的85日... 呃... 当然这个屠杀... 呃... 扫罗做得很差的... 那... 大卫是不敢做的... 那你说... 如果两个人是比较... 扫罗... 可以说... 是一个没那么尊重神的人... 你只是这样... 如果你说杀不放火... 阴谋诡计... 大卫和扫罗未必会差太远... 那分别只是说... 扫罗可能... 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耶华祭司都敢杀啊... 那... 大卫就没有这样的纪录... 那我唯一看到两个人的分别是这个位... 其他的事不是差太远... 不过都对的... 如果他... 但是... 上帝说厌弃他的时候... 未发生这件事... 那上帝已经说... 已经经萨母义说要厌弃他了... 那... 扫罗就说... 哎呀你都不妥我了... 上帝你都经常都... 已经离开我了... 哎呀你的祭司... 我不管啊照杀... 那... 那... 这个是一个差的情绪啦... 但是某程度上... 上帝... 都是首先放弃他... 让他走向这一步啊... 如果大卫被上帝放弃... 这个是假设性问题... 大卫会不会... 会不会做些这样的事呢... 我估计大卫是不会的... 扫罗差就差在这里... 但无论怎样都好啦... 我讨论这些经文... 我当一些观察... 我对扫罗就会... 好想看啦... 你们去看旧的圣经... 不会说随便猜... 扫罗是... 他得不得救... 那样... 即是不要乱问这些问题啦... 因为... 呃... 旧约在撒母耳机上下的时候... 没什么这些心的概念永不永生的... 人死了就落阴架了... 那究竟这个人... 阴间究竟是怎样... 在写了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没什么概念啦... 所以... 就不要问... 扫罗最后得不得救... 可能扫罗在阴间里面... 可能听到耶稣的福音... 在阴间信耶稣都不顶... 不知... 但我们不需要判断扫罗最后得不得救... 但我知道判断就是... 因为... 其实上帝看我们... 是... 专不专敬上帝自己啦... 即是心有没有一个专敬上帝的心啦... 那但是如果... 扫罗是不专敬... 那些祭司... 那我有时都会骂扛保罗... 死啦... 我会不会有... 最后... 被上帝激打呢... 哈哈... 但是... 扫保罗的而且很差劣喔... 差劣你就骂他了吗? 哈... 这个... 这个大位都... 都... 最后是... 有两次放山素罗喔... 这样... 呃... 有时我真的不会教... 即是... 大家我再思考下啦... 面对这些经文... 好啦... 再谈啦...